国三的学生如果要给自己一个毕业礼物 会选择什么呢 明治国中的学生 他们就做了一款星空占卜音乐盒 把班级的元素放在里面 留给自己一个奇幻又童趣的毕业纪念 按下黄色按钮占卜运式 明治国中学生自己设计出的星空占卜音乐盒 让人不惊也想要试试看 我们有用程式的 尤其是有用到程式 然后老师一开始也都有跟我们讲说 每个程式的一些原理 然后再由我们自己去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把程式结合实作 设计成占卜音乐盒 星空的样式象征梦想成真和压力释放 其实这是明治国中 生活科技专题课程的作品 也是学生做给自己的毕业礼物 一开始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那是老师有说 可以以国中生的生活 因为是给自己的一个毕业礼物 因为星空是想说在感觉在天空中 是感觉在国中的希望或者是国中有些升学压力 都可以在这星空中释放掉 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国中生活除了学习也有许多回忆 音乐盒上面的Q版公仔还是同学老师的化身 奇幻又同趣的占卜音乐盒 就像国中生活的精华结晶 有知识 有学习 也有友情 更是自己的美好纪念 记者沈志友林家珍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